總統馬英九今天下鄉到雲林西螺 視察醬油產業 除了大大稱讚老工廠改裝了之後 吸引了更多民眾參觀促進觀光消費以外 也呼籲業者應該要對自己更有信心 親自咬起一勺醬油觀察色澤 總統馬英九假日來到西螺關懷醬油產業 看到商家把工廠重新包裝成觀光景點 老店新開 創意十足 其實觀光工廠當然也有很多人在做 雲林過去的那個毛巾彈道 這些也都是相當出名 但是醬油工廠做觀光工廠 這也是第一次 你們雖然是老店 但是老店新開一樣的有信心 來到第一線 馬總統和民眾伯爾甘金 而業者也趁機向馬總統提出 瓶裝醬油在回收時 PVC材質的瓶蓋和瓶身 環保資源回收費率應該加以區隔 給業者更公平的環境 馬總統除了承諾會請相關單位研議之外 也積極給業者們信心 政府積極拉著產業向前衝 但從大環境到福茂協議 惹得業者們忐忑不安 為了安撫民心 馬總統週末特別下鄉 提振業者士氣 聯合報 江一金 雲林報導 幫監查到 緝文 岩一雲林報導